回到新聞現場來關心新北市有一名女子到南投辦理農保石不小心跌落山坡 整個晚上受困山谷直到隔天上午才被附近民眾發現 警交人用貨報到場只花了短短三十分鐘將人救起 女子後腦勺擦傷腳踝腫脹幸好意識清楚送醫後沒有大礙 救護車穿過蜿蜒小路在山林裡尋找傷者 因為有一名女子被困在山谷整整一個晚上 救護人員大聲呼叫就怕女子意識不清無力回應 不停詢問附近居民要找出傷者確切未知 高度大概近二十十五至二十公尺高 二十七號晚間新北一名六十一歲的文姓女子坐計程車到南投辦理農保 卻因為不明原因往深山走去 但當時天色昏暗又不熟路況 女子就這樣不慎跌落十五公尺深的山谷 一直到隔天早上七點多 附近居民才聽到求救聲通報消防隊救援 消防人員貨報到場將女子抬上救護車緊急送醫 只見她神情慌張手不停抖動 似乎還驚魂未定 試著從附近交款的坡先下去接近患者 然後發現患者的左小腿有腫脹情形機 右後腦少有持續出血的狀況 迅速在半小時內完成救援行動 女子送醫後沒有大礙 但整整被困在山谷中一個晚上 想必餘寂猶存 記者曾入成南投報導 雷地